为了鸟看了鱼再去看看花 看在这个夏天什么花开得比较的旺 这个夏天开得旺的花 不得不说垂钓矮牵牛 大家看是开的花很多很多的 而且还非常的好养 像这一棵的话是之前我打了顶 把它牵插在了这个葡萄的花池里面 没怎么管它 它就疯狂的往下垂 这样看还蛮漂亮哦 对不对 然后就是这个慢性枫林花 也叫灯笼花 大家看到没 开出了这么多个小灯笼来 是不是很漂亮 我发现这个 想要这个花长得快开花多 肥还是很重要的 像之前没有给它买底肥 是这个素肖肥的时候 它的这个叶子是这种泛黄的 你看这个老叶子还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呢长起来也非常的慢 给它施了肥之后 大家看长得越来越快了 而且这个叶子也绿优优的 花也开得多 而且这么大夏天 开得这么旺 还这么漂亮 还非常好养 这花 还有就是这个月季 月季虽然在夏天 开的花没有春天 那么大 没有那么多 但是 在夏天还是很勤开的 像我的这一盆 就开了一茶 又一茶 就感觉没有停过 虽然花朵小了一点 但是还是很漂亮哦 还有就是这个茉莉花 夏天简直是它的这个主场 越热越晒 它就开得越旺 看到了吗 而且香味很浓很漂亮哦 然后就是这个五色梅 五色梅它的花期是很长的 开完一茶花之后 又会接着开 大家看上一茶花花瓣掉了 我还没来得 来得及给它修剪 它又开出第二茶花来了 看到没 只不过第二茶花花比较少 本来要想让它第二茶花开更多的话 就是要及时修剪 然后给它施肥 这两样我都没做 能开出来已经是不错了